近日,经中央军委批准,中央军委办公厅引发关于推进营区基地化标准化建设的意见。 意见共分6个部分,22条,主要明确了开展营区基地化标准化建设的总体要求、工作任务和措施办法。 在构建基地化布局新体系方面,主要是打造4类基地,即攻防兼备的作战基地、囤讯一体的兵营基地、前推支撑的保障基地、区域统建的生活基地。 在走开标准化建设新路径方面,打通战法、训法、保法需求转化链路,按分区、模块、流线三个维度规范营区规划设计,兼顾标准与弹性设置,实现通用兼容。 在引入高科技发展新手段方面,深化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运用,注重数字赋能和绿色低碳发展,提升军事设施科技水平。 在推行专业型建管新模式方面,深化代建改革,建立重大项目导条机制,推进工程建设管理创新,强化后勤科学管理,提升工程建设质量效益。 在强化全链路监管新秩序方面,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参建,强化工程建设内控监督,加强军地结合部联合监管。 一届按照需求牵引、规划主导、计划执行、项目管理、监督评价、科学管理链路,紧紧围绕战法、训法、保法、研究建法,形成适用军队改革发展要求。 建立以全军通用标准为骨干,军兵种专业标准为支撑,营区用地指标和营房装修标准等为配套的标准体系,从而形成规范营区建设管理全过程的方法手段。 建立以全军通用标准为支撑,营区建设管理全过程的方法。